来 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好球 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 还不错吧 后场蛮标准的动作 就是小朋友训练 是不是按照我们的逻辑来说 要认真要严谨要磨基本功对吧 对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大众培训的话 就不能像我们这种做 你发现没有 有点小孩要快乐要开心 还要听得懂 你是要选让孩子开心的 孩子要选教的好了 作为家长的角度都要有 然后我们过去看一下视频 这个视频像我们训练 就是主要还是什么 主要是以框架为主 像加拍 像他打球的姿态 或者像他的整个伸手 加拍的框架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剩下的就用时长 我们这里每天训练是8个小时 数量变质量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没有训练时长还是谈什么了 是不是 现在好多了 现在可以看视频 可以对自己有一个认知 以前没有这种视频给你看的 我们每天都来做免费的收视 然后今天做两个测试圈 他们比较幸运 因为我的师妹灰灰 她今天来这边来探我的班 她看我很辛苦 最近做低推都晒黑了 是不是 你也晒黑了 辛苦 我们都是搞低推 因为我们都在为羽毛的行业 在付出嘛 我们经常要去烈日连言 发传单 所以我们都晒黑了 来做做做做 看看这个动作怎么样 还是很不错的阿语泽 我跟你讲前面大概都还可以 知道吧 前面都还做的不错了 现在我在手上变回来杀的时候 打了一个高球记得吗 你以为我杀你对不对 然后结果我打了一个高球怎么办呢 还是要加强框架 做球一出来 人边 你这个动作你得做甩 你不能一做甩 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两边的一个上网 现在那个跳球 那个跳球动作 重心要走 你重心不跟 你这个球是很难稳定的 但是有个问题 在击球的时候 你打拍光 又或者是杀球杀吃 你可能觉得 我不手印灯光 我有点紧张 但其实是技术问题 如果是我们做过专业训练的 我们应该是先提拍 再找框架 再去瞄准这个球 那你是在跑的过程当中 边跑边找球 你可以打到球 那里球你可以打 这里可以打 你的机油点会很分散 因为你重心一高 首先你的动作会拉大 第二个你的球会不稳 挑放 做成一模一样 因为你现在这个力量 你不引拍的话 你是很难跳到后面的 对吧 我现在不让你引拍 你怎么办 你只能加重心 要不然这个球 你肯定跳不到位 明白你怎么办 你现在这个正手 跳球引拍太大了 李老师 是我姊妹 我们关系很好 你大哥以前也是有个性的运动员 要作为有个性 我希望各位来 我这里经常讲的 好 这个设置是免费的 我希望你们都来 一直在讲 我给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 我这么想 这一段时间 就是